牛杂很多人都喜欢吃 不过未必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辨别 这几个部分的名字 如果你全都知道 你真的是牛肉专家了 牛其实没有四个胃 但有四个相连的胃室 整个胃约20斤重 四个位置各有功能 也有不同质感 这是牛的第一个胃 就是常吃的牛肚 也称为牛肚 可在西分为干肚和草肚 干肚占整个胃最多比例 通常说的牛肚就是它口感较滑 草肚表面像地毯 味道比较香 很多人喜欢这种口感 连着草肚的是第二个胃 是常见的金钱肚 表面成蜂窝形 也就是俗称的蜂巢味 第三个胃是牛百叶 又叫毛肚 较常在火锅店里吃到 连着牛百叶的是第四个胃 称为皱胃 香港称为牛散脱或牛沙瓜 是牛味中最小的部位 周围较香口感也好 但是面上少见 像是意大利牛肚包 就会使用这个部位 香港也会煮成面